268 《香港經濟日報》 財團5,775萬購王都戲院大廈陸伙 2015年7月22日地產要文 指 01本報信 發展商加快收購市區舊樓 當中北角王都戲院大廈 近日陸德陸中收購 涉資約近6,000萬元 較去年收購價最多提高七成 收購赤價約1.4萬至1.5萬元 赤售1.5萬收購價年 C 七成王都戲院大廈與北角區地標王都戲院相連 近年亦獲財團展開收購 涉及近20伙 金額如億元 據EPRC 經濟地產庫資料顯示 該下近期再陸陸中收購 涉資5,775萬元 每貨收購價介乎868萬至1081萬元不等 實用面積收購赤價約1.4萬至1.5萬元 較去年初收購赤價約8500至9000元 高出五成至七成不等 例如 黃都戲院大廈四樓 企 室 最近以967萬元獲收購 以實用面積640平方尺計算 赤價1.5萬元 較8樓 企 室的收購價550萬元提價76% 舊樓戲院相連了一並重建正在收購 黃都戲院大廈的財團 過往透過不同的有限公司進行收購 而今次或一以《Radiation Properties Limited》 名以收購 註冊董事為羅泰安 羅氏為一名律師 過往經常擔任統括 00012收購項目的公司董事 位於英王道與渣華道交界的黃都戲院大廈 與戲院部分相連 屬三個單邊地盤 合共佔地約3.5萬平方尺 余作純住宅發展 地積比率要達10倍 可見樓面達35萬平方尺 屬於市區罕有大型地盤 但由於舊樓與戲院相連 估計日後兩者或須一並重建